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常泰 我们具有MailingArtlander for Mac的课程 这里我们学一下快捷键的设置 好首先我们打开快捷键的设置 点一下左上角的MailingArtlander 然后我们看到 键盘快捷键点击 好我们看到已经调出了系统中所有的针对当圈软件的快捷键 有一些是已经设置好的 有一些是空白的 好那比如说 我希望快速的搜索 比如和行有关的快捷键 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文字 然后回车 看一下和行相关的快捷键 我们看到针对行已经列出了很多快捷键 假如说我想修改某个快捷键 这时候我们先选中这一行 然后双击右侧这个区域 这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区域变大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在键盘上重新敲入你想设定的快捷键 然后就可以保存了 假如我想根据自己的习惯 单独设定快捷键 比如我们看到在行内显示 这块键我先点下这个区域 这时候我们看到提示 这个是键入快捷键比如我设置为 command 加上数字4 好那已经设置完了 这是同时我们看到上方的 有一个新的名称是 default 2 那这其实是一套新的方案 这时候呢 我们先回车 好我们看到下来菜单点一下 我们看到其实这时候系统中有两套方案 第一套是原来默认的 第二个是我刚才设置的 我们可以选择 你使用哪一套方案 比如说这个是 系统默认的 发现这个默认是 没有针对这个设置快捷键的 再切换到这个 我们新建的方案是有这个 针对设置的快捷键 command 加4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自己需求的 定义 一套或者多套方案 那这种快捷键方案 其实有几个使用场景 比如说第一种场景啊 比如在办公室呢 有一台电脑是公用的 那会有两人使用 这两人使用快捷键的习惯不一样的 这时候呢可以试试两套方案 那比如这个 我来用电脑的时候呢就用自己的方案另外一个人呢就用他的方案那会非常的方便 避免快捷键的冲突 那第二种意义啊就是比如说我个人啊有多台电脑那在办公室用一套在家里用一套 那这时候呢 我希望我在办公室设置的方案能拿到家里去用那是怎么办的 我们可以选中这个方案比如是第二套方案然后呢点下小齿轮我们看到 有一个输出快捷键 我们点一下输出 好那这时候呢可以选一个位置比如我放到桌面上然后呢直接存储 那接下来呢我可以把这套方案呢 拷贝下来然后呢放到家里电脑然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输入啊 我们看到 那这有个输入快捷键然后呢再找到这个文件 应该是在家里电脑的找到这个文件然后呢输入 这时候呢家里的快捷方案和办公室的就一样的 那此外呢我们新建的这套快捷方案也可以修改名称比如我们点击这里啊点击重命名可以修改他的名称 那又或者是呢我们可以直接删除掉这一个快捷的方案比如这里点删除 但这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啊我点删除之后呢他会先修改成原来名称 然后呢我们再点删除啊我看一下 好那这时候呢才完成了这套方案的删除 那此外呢我个人建议大家平时呢多看一看这些快捷键那比如说 你已经熟练掌握了七八个快捷键那这时候呢可以再 找一些自己常用的快捷键呢再去学习 然后呢逐步的去增加自己对快捷键的了解和使用 本节呢主要学习了如何查看你修改快捷键 以及如何定义新的方案 我们可以选择新的方案或者说将新的方案导出 以及删除新的方案 好以上的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